晚上 独孤策在原来的求迟王宫 给文帝接风洗尘 不过 今日只是简单的接风 只有有限的人参加晚宴 明天中午才是正式的宴会 且是以文帝的名义的 设宴款待群臣 晚宴之后 云正找到独孤策 父皇跟你聊什么了 独孤策早就猜到 云正会就这个事情询问自己 当下苦笑 圣上敲打了末将一番 而后向末将询问 西北都护府到底是什么情况 是吗 云正眼睛微眯 父皇是怕我们和其火来 想方设法地问他要凉 独孤策轻轻点头 看圣上那样子 似乎不太相信 西北都护府的困境 应该是吧 听着独孤策的话 云正不禁暗暗思索起来 不相信西北都护府的困境 这个有什么不相信的 再说了 父皇都摆明了 要当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了 信不信又如何 独孤策怕是在说谎吧 难道 父皇是想策反独孤策 利用独孤策来牵制自己 可他真有这么做的必要吗 那老货难道会认为独孤策 有牵制自己的实力 云正默默思索片刻 一脸玩味地看着独孤策 独孤将军 你觉得本王是那么好骗的人吗 你是觉得本王太笨 还是觉得你的谎言很高明 迎着云正的目光 独孤策心中不禁暗暗发苦 这叫他怎么说啊 文帝既然要让他来当那把刀 自然就是不想云正知晓此事 要不然 文帝何须支开云正 可是 云正显然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他要是一味的赢奖 搞不好还会引起云正跟文帝之间的误会 独孤策默默地思索着 到底要怎么说 才能不让云正怀疑 又不会引起云正和文帝之间的误会 殿下 你就别为难末将了 独孤策苦哈哈地看着云正 圣上确实交代了末将一些事情 但末将对天发誓 圣上所交代的事 绝对是为了殿下好 末将若是有半句虚言 就让末将 行了 不用你发毒誓了 云正打断独孤策 微笑道 你是个聪明人 也是个明世里的人 本王相信你知道 什么事可以做 什么事不能做 而且 本王也相信你的忠心 我简直是个 多谢殿下信任 独孤策攻身行礼 云正汗首微笑 正欲让独孤策离去 心中突然一动 父皇是不是要你 替我做些 我不方便做的事 云目光灼灼地看着独孤策 这并不是很难猜测 如果文帝是正常地要为他好 何须将他支开 好像 也只有让独孤策去替自己 做些见不得光的事 或者自己不愿意做的事 才需要这样吗 面对云正的询问 独孤策心中猛然一跳 旋即又不断地苦笑 这父子俩 还真是一个比一个精明 这叫他该如何示好啊 由于片刻 独孤策苦哈哈地说 殿下 求你别问了 末将真的不能说啊 然而 云靖并未放弃 为追问 父皇不会是要屠杀仇耻和大悦的 那些百姓吧 独孤策脸上微微抽动 一口咬死 末将真不能说 未将只能保证 末将绝不会害殿下 也不敢害殿下 听着独孤策的话 云正心中已然有了计较 虽然独孤策没有承认 但独孤策那细微的神色变化 已经说明了一些东西 好吧 既然如此 本王就不问了 云正轻轻一叹 如果不幸 被本王猜中了 本王希望你不要乱来 本王知道 父皇的出发点是好的 本王也理解父皇的做法 但在事情还没到那一步之前 你不得擅自动手 若真需要那么做了 本王绝不手软 独孤策沉默 没有表态 他一表态 不就代表承认云正的猜测了吗 见独孤策不语 云正也不再为难他 让他下去休息 待独孤策退下 云正不禁摇头一笑 虽然独孤策没有承认 但他觉得自己的猜测 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 这老货呀 真让他不知道 该说什么好 在心中默默地叹息一阵后 云正悟自躺下休息 他的脑海中 却在不断地思索着 解决西北都护府的困境的办法 想着想着 云正就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 一夜无话 第二天 王公的那些下人 一大早就为中午的宴席忙碌起来了 而文帝也以大前皇帝的身份 正式接见群臣 这里面 有朝廷派到西北都护府的官员 也有像挤要一样的仇持乡臣 文帝接见这些人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这基本就是个走个过场的事 相当于大家彼此混个脸书 文帝不想听这些人诉苦 完全没有过问西北都护府的政务的心思 反而是跟那些仇持的祥臣 了解起仇持的风土人情来 贤殿 你的计划 好像要彻底落空了啊 秦七虎碰碰云峰 低声道 云正轻轻点头 又问 你也看出来了 这还能看不出来啊 秦七虎无语 圣上完全没有过问西北都护府的政务的心思 这不摆明是不想听这些官员诉苦吗 是啊 云正轻声叹息 父皇怕是早就 防着我给他来这一手了 秦七虎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又咧嘴怪笑 圣上估计也被你坑出惊艳来了 云峰无语 什么叫坑出惊艳来了 自己也没怎么坑到这老货吧 这老货又不是老三 哪里那么容易被坑到 你要不要提醒一下他们 这时候 秦七虎又低声询问 算了吧 云正小福白手 父皇的态度都这么明白了 再让大家跟他诉苦也没意义 父皇已经帮我想了些办法了 但这边的问题 终究还是得咱们自己解决 罢了 先按照组成临时军户的路子来吧 大不了就让那些军户去截略 他就不信了 活然还能 正当云正在心中暗自嘀咕的时候 他却陡然一愣 突然之间 云正好像抓到了什么 云正拼命抓住脑海中 那一闪而过的灵感 随着那一丝灵感被抓住 云正马上顺着那个方向想下去 想着想着 云正就激动起来了 对 就这么办 啪 云正两手一拍 放声大笑 嗨 我他娘的 简直是个天才 云正这突然的笑声 惹得众人纷纷侧目 老六 你抽什么疯 下一刻 文帝的声音 在云正耳边响起 张平 文帝又是好气 又是好笑 这逆子 自己还在这里 跟西北都护府的这些臣子聊着呢 这逆子竟然冷不丁地 冒出这么一句话 鬼知道这逆子 到底在抽什么疯 说话间 文帝和秦六感 又狠狠地邓秦七虎一眼 他们早就看到 这俩人在交头接耳了 云正突然抽风 估计跟秦七虎脱不了干系 面对文帝和老流氓那凶残的目光 秦七虎顿时脖子一缩 一脸无辜地看着两人 还轻轻地碰了云正一下 示意云正 赶紧给这两个老流氓一个说法 云风抽风 关他什么事啊 他现在也是一脸猛逼啊 云风反应过来 见众人都盯着自己 不由得有些尴尬 裴笑道 岂是父皇 而成刚才突然想通一个事情 高兴得有些过头了 还望父皇见谅 你想通什么了 文帝饶有兴致地盯着云正询问 这个 云正打个哈哈 此事还是二臣私下里跟父皇说吧 也行 文帝倒也不追问 只是警告的邓云正一眼 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这里虽不是朝堂 但也是正经议事的场合 而臣紧急父皇教会 云风连连点头 心中却乐开了花 文帝斜眼扫了云正一眼 看着云脸上那忍不住的笑意 心中也暗暗好奇 这逆子到底想通什么了 难道是想到解决西北都护府的困境的方法了 若真是如此的话 真逆子倒确实应该高兴 好奇之下 文帝也没有了跟群臣闲扯的心思 简单地跟群臣聊了几句 文帝便让群臣借此机会讨论一下政务 等宴席正式开始 再命人通知 老六 陪阵走走 文帝起身 还特意叫上云征 云风知道这老货 是要就刚才的试问自己 当下说 独孤将军 你也一起吧 独孤侧疑惑 又向文帝投去询问的目光 询问自己 可否跟着一起 那就一起走走吧 文帝微微恶手 又叫上眼巴巴地 看着自己的情六感父子 你们也一起吧 很快 几个人随着文帝来到偏殿 你想到解决西北都护府的困境的方法了 文帝还未坐下 便迫不及待地询问云镜 云风点头一笑 什么办法 文帝兴致更浓 目光灼灼地看着云风 劫略 云真干脆地回答 劫略 文帝不解 怎么个劫略法 去哪里劫略 云真黑黑一笑 当然是去墨西诸部劫略 劫略墨西诸部 独孤策微微皱眉 殿下才跟墨西诸部 签订了互部侵犯的协议 马上就开始反悔 怕是不太妥当吧 他当然也知道 当有人想不守信用的时候 这种协议就是废纸 但问题是 他们现在也需要休养生息啊 云真直接派人去墨西诸部劫略 岂不是又要跟墨西诸部开战吗 如此一来 还如何休养生息 文帝汉手道 西北都护府现在一团糟 再打下去 你怕是要陷入泥潭中啊 打仗 不是说兵强马撞 就一定可以的 这是要靠强大的国力去支撑的 不 不 云峰嘴角一翘 坏笑道 劫略 未必要我们亲自动手 说着 云真给他们详细地说起自己的计划来 他们手中 现在有着很多大越国的俘虏 他可以从中挑选出几千上万的俘虏 组成盗匪 挑选的标准也很简单 家里至少要有四口人以上 而他 则租借武器 甲咒 战马等等给那些俘虏 让那些俘虏 以几百人或者近千人为一对 通过鬼方去到墨西诸部那边进行劫掠 如果他们在劫掠的时候战死了 他们的家眷会由西北都护府公养 但他们劫掠所得 需要上交一半 他们自己留下另一半 这些盗匪并不需要杀死多少墨西诸部的人 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劫掠 抢了就跑 能跑多快是多快 他们上交的劫掠所得越多 能得到的好处也越多 而文帝所说的军户 也完全可以通过奖赏的方式给到这些盗匪 比如 上交一头牛可以得到五名军户 上交十头牛 则可以得到七十甚至是一百名军户 这些军户在接下来几年的所有劳动所得 除了少量税收外都归军户主所有 包括土地那些 也可以通过奖赏的方式给出去 毕竟 光有军户没有土地也不行 同样 土地也是有年限的 他们只可以使用多少多少年 不能直接拥有土地 想要拥有这些土地 那就拿更多的东西从云征手上买 这样一来 云征就可以控制那些人拥有的土地数量 避免严重的土地兼并 但是 一旦那些盗匪叛逃 他们的家眷立即全部处死 那些盗匪劫掠的地方 也不限于墨西诸布 只要不在云征的地盘上搞事情 随他们去哪里劫掠 若是引起别国大军来犯 西北都护府帮他们撑场子 云征兴奋地说着自己的想法 秦六感父子听得云里雾里的 被绕得有点晕 然而 文帝却是大为震惊 震有时候真想掰开你的脑子 看看你这脑子 到底是怎么长的 文帝目光浊浊地盯着云征 这逆子 还真是阴招不断啊 如果云峰的计划能够实现 这绝对是个解决眼下的困境最好的办法 云征黑黑一笑 问道 父皇也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文帝笑呵呵地点头 此举不但可以获得大量的物资 还能够进一步削弱墨西诸部 同时 也相当于是在变相练兵 另外 通过奖赏的方式 分配军户给那些人 也可以进一步减小 西北都护府的压力 试想一下 如果这一万人每个人都有百名军户 就相当于直接帮他们减少了 百万人的供养压力 当然 所有的前提都是那些人 能够截略到足够多的物资 如果截略不到物资 一切都是空谈 他很怀疑 墨西诸部有没有这么多物资给云截略 能截略多少是多少 云正坏笑 儿臣不是说了吗 不一定非得盯着墨西诸部截略 也可以去其他地方截略吗 他们又不是非要逮着一只羊使劲的羊毛 反正尽量多截略物资 回来就好 这倒也是 文帝物资一笑 转而又带着几分担心 问你觉得墨西诸部的人是傻子吗 你觉得墨西诸部不会怀疑 是你受益那些人去截的 这戈尔臣有什么关系 云峰满脸无辜 这些人明明就是楼翼带走的残军 他们遭到北方蛮族袭击后 彻底变成了溃兵 只能以截略为生张平 打天下难 治天下更难 听着云的话 几人脸上不由地抽动起来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搞不好 楼翼都被蛮族的人当成下韭菜了 他都还能赖到楼翼头上去 他是真不怕楼翼的棺材板压不住啊 贤店 你这么往楼翼身上推 也得墨西诸部性才行啊 擒骑虎哭笑不得地说 不管他们信不信 反正我们信了的 云争坏笑 反正 这些人是从鬼方那边 跑去墨西诸部劫掠的 又不是从新安保或巨翅林跑过去的 我们管得了那些俘虏 还能管得了楼锁部的溃兵不成 只要他们不明着来 就算墨西诸部怀疑到他们头上 也不会马上翻脸 有些事儿 就算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只要面子上说得过去就行了 毕竟 他们现在不想打 墨西诸部也不想打 大不了就是墨西诸部 也使阴招呗 如果真是那样 他们接招就是了 你倒是把墨西诸部吃得死死的 文帝笑看云正一眼 又问 如果这些所谓的盗匪 被有心之人整合在一起了 也是一股不容小数的力量 难道你不怕他们掉过头来对付你 这一点人马 而臣还真不怕 云峰微笑道 他们敢乱来 就要做好满门抄斩的准备 他之所以要挑选家眷比较多的那些人出来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他们所有人的家眷都在自己手中 他们若是不乱来 乖乖地劫掠 他们及他们的家人 还可能过上富足的日子 要是他们敢乱来 就准备让他们的家人陪葬吧 如何选择 他相信那些人 自己心中有感证 照殿下这么说 这确实是个很好的办法 独孤策一脸惊喜 不过 末将建议 这些盗匪 不能全是大悦的响族 也得有些仇耻的响族 甚至可以让蒙多和祖鲁派些人参与进来 总之 就是不能让这些盗匪 变成铁板一块 让这些人相互之间有些提防 也方便他们进行掌控 这个建议好 云竞点头 如果此计可行 物资的运输方面也要加强 要让那人动的物资 尽快送入西北都护府 尽可能减少物资 在运送之中的暴平另外 也可以让那些盗匪 彼此之间形成一种竞争关系 让大家错终较劲 看谁劫掠的物资比较多 说起暗中较劲 文迪又突然开口 必要的时候 可以刻意地培养一些较小的门阀出来 以门阀来帮助你们 安定和发展西北都护府 时机合适了 再收掉这些人手中的兵权 但培养门阀这个事 必须得把握好一个度 可以有小门阀 绝不能有大门阀 一旦有出现大门阀的火苗 就要将其及时掐灭 此后 大家都围绕着云这个想法 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想让这个事尽可能地完善 对于他们所提的有用的建议 云竞也一采纳 直到牧顺前来禀报 说宴席已经准备好了 他们这才停止讨论 文帝满脸轻松地站起身来 笑呵呵地看向云竞 这个事 你们先曹你一个章程 将规矩定下来 回头咱们再好好地讨论一下 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 既然要做这个事 肯定要将讲成那些全部定好 不能肆意胡来 好 云竞点头答应 三天后 所有章程都定了下来 云竞也正是在他们内部 颁布了截略令 不过 他们毕竟跟墨西诸部签订了协议 截略令的事 只有少数人知道 云竞只需要把空大的方向即可 具体事宜 就交给独孤策他们去做了 云竞的要求 就是要快 先尽快挑选一部分人出去截略 让他们先得到一些好处 也让其他人看到 咱们是说到做到 后续在慢慢放宽人选的标准 离开御封城之前 云竞又再三交代独孤策 殿下放心 末将一定把这个事做好 独孤策重重点头 另外 大越一站有功将士的贯赐 尽快落实 愿意要军户的救药 不愿意要的也不勉强 至于都位以上的将领的升迁 你先把个官 再派人承报到本王这边 如今 有了截略令 也不需要强行给有功将士 分配军户了 愿意要眼下的利益的 就要眼下的利益 愿意要长远利益的人 就要军户 如何选择 都看各级将士 是 独孤策领命 还有 一定要让各城流行瘟疫之事 若有情况 必须第一时间汇报 马上就要离开御封城了 云封要交代的事 似乎也突然变多了 虽然 这里面都有一些事 是他此前都交代好的 但他还是再交代一次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是很关键的时间 西北都护府能不能治理好 就要看他们接下来的工作 能否做好了 直到再三确认 没有别的事情 交代独孤策了 云封这才带人 去追赶文帝的队伍 见云封追了上来 文帝立即招手让他过去 都交代好了 文帝微笑询问 云封轻轻点头 都交代好了 感觉怎么样 文帝笑问 啊 云封疑惑 什么 怎么样 文帝物字一笑 正是问你 明白打天下难 治天下更难了吗 原来如此 云封苦哈哈地看着文帝 而沉深有感触 这治天下 确实比打天下难多了 谁说不是呢 若是直观打天下 他现在估计 都已经灭掉墨西珠步中一两步了 但可惜啊 他们不能一直打呀 再打下去 朔北的名声 就要彻底崩溃了 到时候 就是他们前方不断获胜 后方不断饿死人 或者说 他压根就不是治天下的料 他就适合当个节度使 保一方安宁 知道就好 文帝满意一笑 现在你也决定不继续打下去 就多花点时间 在治理地方上面 朔北和西北都护府 虽然没有太多肥沃的土地 但还是大有可为的 拿几年的时间 把这边治理好 你才能安安稳稳地接着打仗 云封不是没有文质的能力 而是没那么多时间 云封的主要精力 根本就没放在文质上 现在 是该停下来 加强文质这一块了 多少强盛意识的王朝 都是因为不断地用兵 而耗空了国力 最终走向灭亡 而臣明白了 云封郑重地点点头 由于站的主要精力 沿实成果 消灭亡 灵亡 取断亡 坚补 平均 人 徒 辈 徒